于文乐和好兄弟周波豪 建立了业余篮球队横州工业 并且以球队的名义 在暑假成功举办了一个系列赛 8月20日晚上两人率领球队 最后得到了整个系列赛的总冠军 看来系列赛期间 爆出与前女友吴宇菲分手的消息 并没有很严重的影响于文乐的发挥 虽然胜败荣辱都是浮云 但是赢球后的于文乐的脸上 就挂着近期含有的笑容 但是被问到还有没有与吴宇菲联系 于文乐的脸色就突然一唇 虽然的东西我不会回答 于文乐与吴宇菲分手 一直有消息称是因为于文乐太过花心 导致吴宇菲最后受不了 但是好兄弟周波豪一直处处袒护 正当全世界都认定了两人是最好兄弟的时候 周波豪日前在马来西亚 却有机会与前嫂子吴宇菲同台 更公然牵着吴宇菲的御守出场 虽然肯定没有勾二嫂的可能 但是就被人笑指他值二贪 没有啊 其实因为他穿了一个很长的裙子 然后就很危险 然后就他他就就就 差一点点就就摔倒 对啊跌倒 然后我就就当他的朋友 然后就跟他一起去去去去外面 其实撇除在电影的事业发展 周波豪无论在外形 性格和音乐上 无一不比于温乐优胜 因此引起狂风浪迭 乃是必然之事 最近更有传他借着打球的便利 追求队友的妹妹 对此他只是笑笑的回应 但是队友兼好兄弟的于温乐 此时却突然又坐不住了 不要玩啊 不要玩我啊 因为因为 其实打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我们是不合啊 有时候再安排捐访好不好 谢谢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 大家好 我是纳丁 您现在观看的是搜狐视频 我心田 我心田 政治 我心田 感谢观看